大家好 盆栽包菜 可能很多花友都没有尝试过 那么我们既然是自己栽种的 肯定是留给自己吃的 所以我们在养护这个包菜的时候 不管是施肥还是用药 都必须要均循绿色健康 那么我盆栽这个包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是配土 我给它配土的话 主要用的是一些农家肥 因为农家肥它是属于一种有机肥 而且比较健康绿色环保 我用的就是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大家使用农家肥的话 一定要记住 不管是羊分也好 鸡分也好 一定要完全发酵 不然的话是种不活这个包菜的 因为它容易烧根 而且最好是经过高温杀毒 像这种就是经过高温杀毒的 在配土的时候 在这个土壤里面加入了20% 跟这些普通的营养土一起混合 那么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肥力充足 不烧根 接下来就是后期追肥 那么我给它追肥的话 主要用的是这种 椰母原露 这种椰母原露 它是一种有育活菌 它不是一种药 也不是一种肥 所以说这样才能保证它绿色健康 因为这种椰母原露 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有育活菌 比如说乳酸菌 酵母菌 放线菌 光合菌 那么在这些有育菌的作用下 可以让这个土壤分解里面的有机制 转化为养分 比如说我们给它用了一些养分 给它分解出来 转化为营养 给包菜吸收 这样的话就达到追肥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种椰母原露 我们还可以拿来喷湿叶片 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因为它里面的光合菌 放线菌比较丰富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它的抗性 减少病种害的发生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什么蔬菜都好 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 利色健康环保 所以我们给它选肥 尽可能的食用有机肥 少用化肥 而且后期少用农药 多用一些这种椰母原露 提高它的抗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想要的目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